立法会议员的上海之旅还有两个星期起行 团圆名单仍未能够确认 行政长官梁振英在出发访问潮汕之前 专程见记者公布初步的行程 泛民主派认为梁振英不能一次过满足他们三个愿望 只是承诺行程会预留半天给他们 和黄光亚以及李飞座谈谈政改 但泛民最关心的就是可否分批会面 但这方面梁振英未能够确认 团长曾玉成和建制派也帮忙出口述 说京官即使会和泛民会面 按内地惯例也不会一早说实 好像他们想京见官 很多时都是到部之后 才能够确认见哪一个和何时见 只是能够怪泛民太少和中央接触 不知道这个习惯 建制派的议员也进一步分析 京官曖昧地回应泛民的要求 担心太早落实的话 泛民又会提出新的要求 例如是否可以逐个党分开见 会面又是否可以开放给记者采访等等 心怕还有两个星期才起行 可以有更多的资折可以发烤出来 担心到时整个行程都会走样了 这个忧虑也不是无道理 建制派过去无论想找一官半职 或者是安排见某某官员 都有人使过这些伎俩 更何况是泛民未交过手呢 正程早前都说过 建制派甘于做今次行程的配角 但也有人开始对于泛民的态度觉得不满 觉得中央特区政府以及建制派的议员 已经作出最大的配合和引药 如果泛民仍然不愿意去 都无计可施了 反正正是建制派也可以成行 去到上海品尝小笼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